第212集 横江仇报 叶凡队既然咬牙 但更恨姬家名宿机会 狼心狗肺的老太婆 不要让我逃走 不然有你们好看 说什么也无用了 怪只怪你学了虚空古经所记载的秘书 连姬家的诸多直戏子弟 都没有机会修炼 就更不要说 你这个微不足道的外人了 鸡人探出大手 五指如天沟 竟然发出蓝紫色的光芒 有雷鸣响起 抓向叶凡的天灵盖 咔嚓一声 树道紫色的雷电 缭绕在他的五指间 如龙蛇在盘扰 让虚空都一阵扭曲 眨眼而至 叶凡心中凌然 直接斩出大虚空树 化成一缕黑烟 在这片空间冲击 咔嚓一声 紫色的雷电果然不凡 第一道劈下 将地面击出一个水桶粗细的大洞 深不见底 冒起阵阵清烟 果然掌握了大虚空树 留你不得 鸡人目露寒光 手中的几道雷电 同时射出 紫色电光滑破虚空 当地一声 震耳欲聋的巨像发出 叶凡手中出现一块铜扁 猛烈颤动 将几道雷电都吸收了 正是大雷阴死铜扁 这块扁额半废 难以发挥任何威力 但是叶凡多次研究后发现 他能够吸收雷电 以及阴波攻击 甚是奇异 这样根本不是办法 叶凡将铜扁收起 觉得太被动了 对于他来说 鸡人修为难测 根本无法硬撼 老管是鸡人向下逼来 淡淡说道 少年人你何必呢 挣扎也无用 只会痛苦 我想给你一个痛快 不要自悟 他虽然话语平缓 但步步杀机 张嘴吐出了一片摸云 天空中像是发生了海啸一般 隆隆作响 向着叶凡冲击而去 叶凡亥然 这老东西太强大了 吐气如雷 浩荡如海 他冲天而起 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如何封锁了这片空间 我有重宝 大罗天网 布下后 包罗天地 就凭你 根本无法破开 鸡人面色漠然 老脸无波 你是如何寻到我的 叶凡再次问道 紫月小姐暗中送你玉佩 我们早已发觉 你以为抹掉印记 就可以摆脱追踪了吗 我自一开始就跟了下来 不过 你的速度确实太快了 直到今天 我才再次寻到你 好 好啊 我算是知道你们的心性了 机会你个丝老太婆 鸡人 你这个狗奴才 鸡人 如鬼魅般出手 时间差不多了 你 该上路了 天空一阵颤厉 一只黑色的大手 显化而出 周围黑云翻滚 透发出让人心悸的气息 正是鸡家的虚空大手艺 鸡人 是名义上的管事 只是一个老奴而已 却掌握了这种秘书 显然地位很不一般 虚空大手印霸道无比 威力绝伦 漆黑如墨 遮天蔽日 向着叶凡重重的拍来 他想躲都来不及了 这是虚空古经所记载的一种 无上秘书 极其可怕 黑手遮天 完全将他封在了下方 下辈子 偷个普通人家 不要再惹上这样的是非 老管事 鸡人的声音不大 无情而冷漠 在天空中回荡 尸地一扔 叶凡将紫童八卦镜取出 发出猎羊般的光束 照耀向天空的大手 同一时间 他又取出天罗伞 敌在上方 可是 紫童八卦镜射出的光滑 难以挡住虚空大手艺 啪的一扔 黑色的大手铺天盖地 而下 重重的拍在天罗伞上 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散面出现裂纹 叶凡的身子 当场横飞了出去 既然不再多雨 再次寄出虚空大手艺 拍向叶凡 大手如云 透发出让人心颤的可怕波动 如山一般 压落了下来 啪的一扔 天罗伞何其强大 但此刻 根本抵不住虚空大手艺 在一次被重重地拍击后 一下子四分五裂 天罗伞被生生地打碎 叶凡口中 喷出了一口鲜血 倒飞出去数十米 他心中常叹 实力差距过大 连天罗伞这样的重宝都裂开了 还怎么打呀 虚空颤抖 黑色的大手再次拍了下来 将天空上的太阳都遮蔽了 一片巨大的阴影盖向下方 可查可查的 大手还没有真正劈下来 叶凡脚下的地面便无法承受压力 而快速崩裂了 可想而知 他承受了多么恐怖的威亚 叶凡寄出子铜八卦镜 令其快速放大 如一面巨大的盾牌 挡在头顶上方 挡的一声 刺耳的金属颤音尖锐无比 让人的身体都跟着遗产 像是神奇在搭铁 如金石裂空 子铜八卦镜这件重宝 也出现了裂纹 即将不保 叶凡一阵肉疼 这可是江家长老的武器 称得上一件重宝 虽然在荒谷禁地伤了根本 但依然称得上一件强大的宝物 可是却根本无法阻挡 虚空大手艺 当时一人 又是一声刺耳的颤音发出 子铜八卦镜军力 而后哗啦一声 暴碎在天空中 叶凡差点被震进大地中 嘴角溢出了一缕血迹 望向天空 你这老不死的 两件重宝被毁 就是将剩下的玉镜瓶寄出 依然会是这个结果 吉人探出大手 一下子将叶凡抽飞 虽然不是虚空大手 依然强大无凭 如果不是叶凡修成薄体 此刻已粉身碎骨 即便这样 还是翻滚出去数十米远 碰 大手再次探来 拍向叶凡 他躲之不及 险些被抽碎身体 好长时间才挣扎战起 鸡人勾搂着身体俯视下方 面无表情 声音漠然 与鸡家相比 你太微不足道了 徒劳挣扎有何用呢 对你出手 跟杀一只鸡 徒一只狗 没有区别 你这老不死的 不过是别人 幻养的一只狗 不要摆出这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就是那四老太婆 鸡回来了 他也不配 鸡人老脸上 没有任何怒涩 骨颈无波 犹如微臣 弱如以宠 本来你与超然的鸡家 不会有交集 可惜 你的命不够好 大虚空书 不是你这样的人 可以染指的 鸡人老太龙中 真如腐蚀蚁虫一般 没有情绪波动 你这个老奴才 就在这时 老管事鸡人降落而下 向前逼来 在抹杀你之前 我需要了解一些事情 需要抽出你的魂魄 凭借真正的战力 叶凡没有一点机会 隔境界如隔天前 况且他都不知道 这个老家伙 到底有多么深的修为 叶凡在等待机会 准备动用最后的杀手锏 在鸡人走到近前后 他觉得 可以出手了